我们是欧劳福林香精香料 在香精料这一行业 我们有三十多年的一个历史 我们目前是有八千万美金左右的一个年销售额 主要的客户是在全球的十大香精公司 香精香料这个行业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自己做香料这一块做了这么多年 发展的是每年随着老百姓的需求 每年都有10%到15%的递增 那么这些年主要是因为环保与安全的原因 导致这个行业都比较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要把各样公司自己提高自己的环保安全的水平 这样才能适应国家对环保的要求 互联网销售这一块我们基本上没有 主要是那个信息还是有些不对称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买的一些小的品种 会很难找到 所以说如果是有一个这样的公共的信息平台 可以把我们香油颜料因为香油颜料有两三千种 毕竟这个香油颜料的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是说能在一个平台上可以把所有的品种都能很迅速的找到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香精公司来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当然对香料公司来讲也是有一定帮助自己的品种可以放在这个平台上 让需求第一时间就能拿到对接到那个供应 作为采购跟销售最需要的就是第一时间能找到供应或者找到客户 那么你们如果是能把客户跟供应都能拉到你这个平台上来 做一个上下游的整合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